当初市场业务端希望做一个无风扇的 而且要高瓦数的一个电源 当下我们是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我们也曾经在零件选用上 很多商商也是在嗨 买好的这样做 他没办法 北中南这样跑来跑去 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 从开发历经了三年到现在 我们终于成功达到了20年前 我们想要做的一个结果 同业也发出了很多的赞叹声音 电源居然可以这样做 在目前的一个IT的生态里面呢 尤其是现在的AI 同不在发展 所有的人总希望 先把CPU、GPU算力的 performance拉到最高 这两个之间 可以把想象成左脑跟右脑的概念 透过左脑跟右脑交互运算 达到3D运算最佳的一个效能 电源对于电脑是一个很重要的心脏 而这些转换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会需要很大的电力 让他们能够得到最佳的一个运作环境 以目前的主流电源来说 大部分都还是采取风扇的主动散热 它会伴随很多的一些粉尘噪音 间接也影响到电源的一个效能 对应当前的主流的显示卡40系列 甚至到下一个世代的50系列 其实700瓦其实是很不够用的 我是陈信红 我是控码的产品经理 负责的主要的工作是产品的前期的规划 一直到产品的开发的一个跟进 甚至到后期的产品的维护 我是李玉佳 那我从事电源供应器的开发设计的工作 已经有30年 那在过去所做的电源供应器都是有风扇 当初市场业务端 希望做一个无风扇的 而且要高瓦数的一个电源 当下我们是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我们都知道无风扇的时候热喊难解 那大家想出很多方法 有一半的发想的点子 都曾经被做出样品来做实验 当我们刚开始把样品做出来的时候 第一次的开机就炸掉 那个声音跟power一模一样 修复之后 第二次要开机 又炸了一身 那这个无风扇的电源 业界的标准品 在组合上 工艺上都有相当大的困难 那这个限制之下 就有时候造成我们的一个 PC版的规划走线的方式 定不尽理想 所以我们很多材料都是自行设计 然后去开模 这个在设计过程 我们就经历了偷吃的冲撞 从这个案子开发初期 跟RD的一个沟通过程当中 其实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认知上的落差 不理解或者是不认可 比如说我们希望性价比会更高 RD可能在技术上面会产用很多更高规的硬件 但是这中间又会产生一些成本的一个差异 每个原件我们都经历三到五次的一个失败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供应商可以把这个原件做出来 那我们拿回来测试 结果它还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要进行第二次 16点多而已 18 要再微调一下 对 那每一次的手工打样跟做到样品拿回来测试 都要长达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有时候来了一个灵感 觉得不记下来怕忘记 所以就会从这个浴缸起来 就冲到电脑前面 把这个想法给记下来 所以后来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整个结构 其实是我们没有跳脱出这个框框 被自己被自己框住 这个热它需要跟空气来接触的面积要加大 它才能够越好 所以我做了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改变之后 那零件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那就很容易了 就不难了 过往的一个设计来说的话 通常都是把所有的热导到我们散热片 但是我们把我们的零部件摆放得非常整齐 让它的把这个热散热了大部分 而剩下的热呢 透过了Simal Pay传导到同导管 而这个同导管引用Coremaster核心的散热技术 可以达到极致的一个精英 经过内部特殊的毛细现象 把我的蒸汽传输到冷凝段 再回水到我的蒸发段 依此循环 透过外部的自然风流把这个热带走 其实第一个最吸睛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 有Coremaster色彩的一个六角形的散热孔 而这六角形其实大家都会思考 你开了那么多洞会不会失去它的兼顾性 其实我们在经过了集合的计算 跟我们的ID的设计碰撞之后 从某些角度来看 它是呈现一个3D立体的形状 会让你感觉整个都有Coremaster的影子 在这个产品上面 这些开孔不仅要达到散热 兼具美观 而且要达到它的兼顾性 我是陈彦潜 我是电源供应器的开发的WEE 然后主位是经理 我们今天在这边做我们开发出来的这颗产品 电源供应器是否有符合安规 符合规范 那今天会测这个机台 这里的环境在结构上 四面都是有一些螺丝互相的结合 形成一个好像铁方形的一个金属物 把它任何的干扰 能够把它bypass 掉 测试过程会在系统里面跑软体程式 来模拟user它操作上窄的变化 在低频画面 我们如果发现possing的呈现 当的不足 那基本上我们的debug的过程 会去做X电容 以及PFC的平滑电容的更换 然后去重测一下 然后测到一个理想值 这个实验测试才算是一个 严满的结束 我是林一辰 那我在库马的职务是生产管制经理 我要负责所有的X-Silent系列 从RD转移到工厂的一个 技术转移的一个掌舵手 那整个电源供应器的生产制程 从一开始的物料净料 那我们有做了严格的一个管控 那在整个电源里面呢 最主要有个四大制程 第一个就是SMD 第二个就是DIP 第三个就是组装 第四个就是测试包装 那首先SMD呢 它就是贴片技术 那就是把电子元件 用机器表面贴着的技术 把它贴附在PC板上 那SMD制程完之后呢 会有一个AOI 做一个测试检验 这个元件的位置是否有偏移 都有贴牢 没有问题之后 会转到下一个制程 DIP 那就是手工插件的一个部分 那我想要打造一个X-Silent这个系列 我们风扇的电源是多么的不容易 传统1100瓦特殊的一个 带风扇的一个电源供应器呢 它需要使用风扇来转动 带动整个电源供应器里面的一个热能 同时呢也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噪音 可是呢 现在我们生产出的这个产品 是完全把过去这样的一个烧地运问题 完全解决掉取代掉 这个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产品 相当不容易的一个地方 那1100瓦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像我们微波乳的话 大约是1200瓦 但是你开档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很吵 那我们这个是没有风扇 那要做到1100瓦 就可以想而知这个热 你怎么处理 这个手工插件的部分呢 是在整个一个电源制造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DIP DIP制程 它是一个需要靠人工生产的一个经验值 能掌握到非常好的一个产线安排 那在插件的过程中呢 零部件的一个分配 着重在于它的焊锡焊接技术 那我想在锡炉上 它要过这个波风焊 它要有相当的一个参数 例如席温 焊锡的品质 焊锡的轨道角度 等等的部分 在整个一个DIP的技术上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 所有的零部件 确实焊在PC板上 哪能起到整个电信导通的一个作用 我想这个部分在整个一个掌握上 算是很重要的一个 生产制程技术在里面 S-ILEN有三项多国专利 包含了分散式的散热结构 结合同导管的一个设计 在电感性元件上面 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降噪 以及强化了这些电流降力损失的设计 还有让我们的PCB的整个零部件 可以很顺利的一个散热的一个技术 曾经我们里面的零件 我们完全只考虑到整个一个 产品的性能 产品的规格 可是呢 我们却忽略到内外兼美的考量 所以在设计完第一个方案之后 我们也曾经将整个一个线路的布局 重新做layout 导致整个一个生产工艺 它必须要花原本一倍的时间 它的一个整个制造成本 它是原本有风扇的一倍 但是我们为了就是要让视觉效果 不管从外从内打开看起来 它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有质感 有美观 有水准的一个科技工艺品 那我们就是要不惜代价 就是做出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定基品质 那在这个环节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是转到做组装 那组装的部分呢 最主要是将PCBA 锁附在电源供应器的外壳上 这个不容许有一点点的瑕疵 哪怕外观一点掉漆 一点刮痕 一点受损 这个我们完全是没法接受 那产线的作员常常在反映啊 那这样我要怎么做 我根本就做不下去了 但是就是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就该打掉就是打掉 这个部分呢 完了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开机 我们产品是100%进入老化房 做40度正负5度的一个测试过程 确保它在颜苛温度下 能有正常的一个运转作用 整个市场过程中 也面临到很多的问题 就比如说在市场过程中 我们针对研发开出来的规格 在整个自动化测试 整个动态测试的数据上 要去跑测试数值 可是呢怎么测就是测不过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透过整个电话会议啊 线上会议啊 种种的问题去做讨论 可是呢 RD他会认为坚持他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们使用的元件都比较特别 变成要转到生产 制造这一端的时候 也碰到一定的困难 就是说大家各意见不一 多次的冲撞 并不是说每次都能够达成一致的共识 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想 双方一直在各时期间 始终是没办法问题解决 干脆就是双方 到现场 共同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来去看这个目前这个产品 那最终呢 我们去找出来 原来是 可能痴息的数量比较少 导致它的一个电压电流流过的时候 数据上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那这个部分 双方的冲突 因为这样而化解 为了要让产品能如其是产 所以在零件选用上 也需要非常的高规格 高品质的东西 那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厂商也是在想 买好 这样做 他没办法 所以很多的供应商因此而下车 那很多供应商又上车 这样来来去去 我觉得北中南这样跑来跑去 为了要找到一个 愿意配合的一个供应链 我想这个是非常困难 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 我还记得 我在产品的设计的时候 经常半夜睡不着 在网站去搜寻可用的资讯 寻找新的零件 看有没有更好的零件可以应用 有没有更好的技术可以应用 几乎假日从来没有出去 什么旅游什么都没有 常常在忙于专案的过程当中 周边的朋友都说 我是一个国座狂 我太太本来我们约好 我可能一忙忙到 忘记时间了 到了晚上十点之后才发现 原来我忘记跟他的一个 算是小约会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加上自己的家庭 可能其实回想起来 坦白讲是有点小小的遗憾 但是我觉得 这样的遗憾 我相信家人会谅解 会支持我继续往这样的一个 我们整个团队的目标去买进 破码在2017创造了一个业界第一个记录 我们在跟日本的Morata开发了 日本设计 制造的一个1200瓦态晶的产品 紧接着创造出另外一款 ITX小机箱的这种1300瓦 高功率密度的一个电源产品 这两个产品之后呢 我们也一直不断的挑战 我们自己的一个技术 从开发历经了三年到现在 从无到有呱呱落地 也看到了整个团队 广的一个所有的运算和历史 直到今年2024 我们终于成功达到了20年前 我们想要做的一个结果 近期的电脑展中 也成功展出我们这个系列的产品 也吸引了很多的同业 跟客户来做观摩 也发出了很多的赞叹声音 他们会说 电源居然可以这样做 觉得说终于有人会愿意 尝试挑战高难度的产品 很多伟大的作品 都是要花几十年时间去创作出来的 我用了30年的经验 加上三年的时间才做出来的 那我想过去大家认为科技产品都是一个 又粗又大又黑冷冰冰的一个产品 那现在我们这个产品的问世呢 就是打造出一个有效能的东西 那同时也是一个高品质有品味的一个产品 我觉得终于苦尽甘来 三年来的一个辛苦跟付出 终于有代价 终于把它呼吁出来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电源历经了三年的开发 辅射的大改版 辅助的小改版 辅助的争吵 增值 甚至规格上面 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让我们团队能够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一步一脚印的去一点一跌的累积 累积到现在 直到建立业界的标杆 让所有的人能够追逐这个标杆 来一直推动我们 一直往下一个目标去走